上一讲咱们讲朱元璋大战陈有亮 最后以朱元璋的完胜而告终 胜的那一个彻底地盘给人家抢了 金银财宝给人家抢了 所以实力提高 胳膊根越来越粗混壮了 但是别忘了人当年这仗一打就打了五年 那么这么长的时间之内 咱们讲武汉在这南京在这下游再往下江苏那边 那边还盘踞着一股强大的势力 就是张世成 咱们讲过陈有亮曾经邀请张世成 东西夹击把这个朱元璋干掉 如果张世成要是这么干了的话 中国历史可就真改写了 结果张世成在这五年当中隐身了 默默地当起了这个吃瓜群众 既没有选标战队 也没有掺和果乱 那么你说 怎么回事张世成延范的出身 也拥有这个东南高瑜之力 也算是一代枭雄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佛系了呢 成为一个置身世外与世无争之人 说张世成就没有点野心吗 他就不想着这个争霸天下 不想称霸四方吗 那么这几年张世成为什么不帮着陈有亮 弄朱元璋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张世成的儿子让朱元璋啊 给绑架了 这怎么那么容易啊 是吧 这就算是两国吧 当时啊 两大势力范围离得那么老远 对吧 你甭说你绑对方儿子了 你抓对方一个小兵那在战场 这儿子怎么能绑了 这事很逗 前面咱不是讲过吗 陈有亮出兵之前邀请张世成 张兄弟 咱一块把这姓朱子弄了 你看成不成 张兄弟说行啊 这事太好了 我早瞅他不顺眼呢 弄了之后 他的地盘咱俩一分就完了 至于后来再弄不弄你 那另说了 所以其实这俩也是各怀鬼胎 俩人能够什么共同的这个利益啊 只有共同的敌人 所以咱俩既然现在要弄这姓朱的 那咱俩就得结盟 那结盟怎么能够这个就是 这合作方式怎么能最牢固 咱俩结成儿女庆的 我有闺女 你有儿子 我闺女嫁你儿子 那让你儿子来迎娶 那你戒不就结了吗 所以这个张世成一拍大腿 对 就这么着 你把你闺女 嫁给我儿子张仁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定下皇道吉日 这事就办起来了 敲锣打鼓 咱就半江起来 办起来是办起来了 问题是你两家中间不挨着呀 中间是老朱家的地盘 你得经过敌战区 所以你办这事就得悄悄的进村 打枪的毒药 对吧 结果这个张家不行 掉门倍高 成王千岁 迎娶大汉皇帝的公主 这事要办砸了 让天下英雄耻笑 是吧 所以那动静搞的呀 地球人都知道 是吧 好家伙敲锣打鼓 鼓跃先天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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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亲的那仪仗 看不然能排出十里地去 然后从朱元璋地盘上过 这这真叫 挠左挠带歪优踹 优踹游带挠意外 你这么干的 不就通知朱元璋吗 我要去跟陈有亮 我们两家结亲 我们两家结亲的目的是什么呀 那不就打你吗 朱元璋 甭说他不傻 他再傻 他也能明白这个道理呀 是吧 所以朱元璋一看 绑票 呼啦 朱家军就出来 就把张世成的儿子张仁 就给绑了 这个张世成一听怎么着 朱元璋把这个儿子绑了 急了 急了 立刻跟陈有亮划清界限 我这得 香烟后代不能没 我得等他传宗接代 老陈咱俩拜拜 原来说的话一风吹了 反正你姑娘也没过门 你爱给谁 给谁吧 这个婚恋网网址 我可以复制粘贴给你 你自己去找他 我儿子不行 我得把我儿子赎回来 然后就跟朱元璋商量 能不能把我儿子还给我呀 你想朱元璋能把他儿子还给他吗 是吧 老了 我这好时候也逮这么大一人质 所以 绝不可以 甭想 你小子敢动一动 我就让你儿子见阎王 你不听我的话 今天系个耳朵 明天系个手指头 后天系个脚指头 再后天眼珠子歪来给你 我让你看看 你怎么着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五年当中 朱元璋跟陈有亮 打的是一佛出世 二佛升天 人脑子大肚狗脑子来 张世成是面对朱元璋的空门 朱元璋大军全都西上去 跟陈有亮 角逐天下去了 急庆空虚 金灵空虚 张世成近在咫尺 就不敢临门一脚踢进去 那是不是原因 都是因为他儿子被绑 其实还是跟这个张世成 他本人的性格 他的性格特点是有关的 张世成咱们讲 在苏州建了龙平府 江南这个地方 民风相对来讲比较柔弱 我们讲文章锦绣帝 温柔富贵乡 有钱吗 自古东南就是 这个打从宋朝以后 高于之力 国家根本洋己东南 那个地方最有钱 所以有钱人爱玩命的就少 在战场上就集二连三吃败仗 连损几元大将 特别是失去了他的左膀右臂 最倚重的他的弟弟张世德 张世德这一死啊 搞的这个张世成 一致消沉 他不光是说 没有个主心骨给他出主意了 没有个信得过的人了 没有人能跟上商量了 所以搞他一致消沉 怎么办 那边 朱元璋在册 哎 南边也有敌对势力 那大元王朝现在 看不出要完蛋 那百足之虫死而不将 怎么办 干脆投降元朝吧 所以呢 他就联系了这个 当时元朝江浙行省 右丞相 达什贴木尔 就跟达什贴木尔说 小民愿意归顺朝廷 我错了 我认错 甭管是罚八个亿 还是怎么着 我错了 我道歉 我道歉 我造反 我不对 我有罪 请你代奏天子 奏名治政天子 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达什贴木尔就把这件事 就报给了朝廷 当时的元顺帝非常高兴啊 我江南这么大一股反贼的势力 要投降 这个 这可以啊 你当年元朝丞相托托起兵百万围攻高游都没灭了他 现在可倒好 他主动要降 好 马上封张世成为太尉 在大元朝的太尉 当然那太尉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虚职了 也不是很值钱 然后这个张世成手下文武官员按级别升迁 全有路用 你们现在都是吃黄粮的了 进体之内了 想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你们进体之内了 这个时候张世成亲眼看到 红金军头领小明王韩灵儿 冲兵北伐 被元朝打得大败 这个咱们在元朝的那个系列里给大家讲过 被元朝彻底打败 所以这个张世成觉得这是一个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机会 捡不着算丢的机会 去偷袭小明王韩灵儿的老巢安风 结果万万没有想到 朱元璋在跟这个陈有亮狂撕的时候 还能伸出一只手来顺带的把小明王救走 气得张世成拍着腿大骂 还心头这一万匹羊驼的在在在在奔腾 怎么哪儿都有那姓朱的事 保护我儿子是你 救小明王还是你 小明王韩灵儿再没有用 他毕竟也是名义上宋政权 红金军都信服的这个宋政权的领袖 名义上的造反派的共主 结果张世成这一下子便宜没吃饶 栽个大跟头 但是呢这个话又说回来 张世成虽然由一方的这个诸侯 原来的成王建立吴国的这个政权 变成了那大元朝的官 损兵又折将 还栽面 归降了这个元朝 可是他毕竟是控制的 是中国东南沿海最富裕的地区 在袁末的这些个反贼群雄当中 属他最有钱 所以当时袁末有这么一句话 叫有量最节 事成最富 节就是节奏的节 那就是陈有量的小子最抱着 那这也不是个东西 爱杀人 而张世成呢最富 当时由于这个曹运海运双双断绝 天下大乱 而北方呢 主要依赖这个南方的物资供应 所以张世成归降之后 就主要给元大都啊 给这个元朝供应粮食 元顺帝经常派人下旨 跟张世成要粮 张世成居然就能拿得出来 每年从海上给大都送粮 十一万蛋 十一万蛋是什么概念 一蛋是这个五十公斤 十一万蛋就是五千五百万公斤 给运这么多粮食 脑子不爽 我要求封为王 我要求封王 这大元朝廷就不敢答应了 元朝封王虽烂 但是人起码你得是蒙古人 甚至你得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人 你得博尔之金士才行 你啥玩意儿 你甭说你不是这个宗使 你连蒙古人都不是 如果真按这四等民划分 蒙古色目 汉人 男人 你排最低 你男人 居然你也要封王 朝廷就不能答应 朝廷一不答应 张世成就不干了 我短你这册封吗 你封是王就是王 我自己封就不能是王吗 所以到了这个1363年 也就是这个元顺帝治政23年9月 张世成自立为王 也自己封 不跟你玩了 自立为王 这回不叫成王了 为什么呢 就太没文化 张世成就叫成王 那朱元璋就叫张王 陈友谅叫谅王 这太没文化 我改 改了 我叫什么吴王 因为我孤苏嘛 苏州之地嘛 当年这地方在春秋战国 都是吴国的首都嘛 这是典型的吴帝 自封吴王 在城里大造福利 然后让弟弟张世信 出任浙江行省左丞相 等于把这个元朝的这个地方实权啊 也占了 以后元朝廷再来要粮食 门也没有 耗子使道一车 吃吧 滚 不给 不给 所以那个张世成 你看他就这几年啊 反反复复 从成王到元朝的太位 再到自立为吴王 就这么狭折腾 再造反归顺 归顺造反之间不断的摇摆 你就跟那个绝那树枝似的 我造反 我归顺 我造反 我归顺 最后决定 我造反 可是就在他当了吴王之后一年 没想到有人抄袭他 有人抄袭他 又一个吴王诞生了 谁呢 朱元璋 朱生不是给他出主意吗 是吧 高筑强 广基梁 缓称王 所以朱元璋在这各股造反势力里边 称王是最晚的 一直就是以都元帅 龙凤政权 也就是那个所谓的宋政权 红金军的宋政权 书密万同谦 江浙行省平章 一直是以这个身份 打败了这些个群雄 现在我连皇帝都打败了 连汉的皇帝都打败了 我再叫这个 这地位就低了 我乐意 手下这帮人也不乐意 你说我才是个处长 那我手下再牛 也就是副处长 对吧 一般就是科长 科员 那我要是个部长呢 那我手下不就能封到局长了吗 所以底下这帮人也说 早定大位 民愤早定 我们跟着您混 混了这么多年 我们现在连个名号都没有 连个名号都没有 人家别人一说 我汉国天子 帐下征锡将军 什么什么什么事也 我跟您这一说 我 吴平章 帐下游击队长 什么什么事也 你这 报听 所以朱元璋 接受这个 辽蜀的建议 在治政二十四年 那也就是公元一三六四年 自称吴王 这一时期 等于这个中华大地上 出了俩吴王 朱元璋的想象力也够贫乏的 人家都叫了 他可能就是我才是正统 出了俩吴王 所以历史学家呢 就把这个张世成的这个吴政权 叫东吴 把朱元璋的这个吴政权呢 叫西吴 朱元璋这个称王之后 治百官辟了蜀 但是 仍然以这个龙凤年号纪年 仍然奉小明王韩灵儿为主 朱元璋发布命令的时候啊 不是那什么奉天承训皇帝赵月啊 他发命令是 皇帝圣旨 吴王令旨 以这个为开头 就是还是 我我我我虽一等啊 我比这个这个皇上还是低一等啊 以这个名义开头 封李善长 为右相国 徐达为左相国 刘伯温为太史令 长玉春 于通海 做这个平章正事 所以这等于他实际上 这国家的规模呀 根基都已经这个具备了 当然咱们讲一山不容二虎 一个无字底下不能有俩王 所以你也是吴王 我也是吴王 那就一定存在的 谁要吃掉谁的问题 所以朱元璋称了吴王之后 那下一个目标 自然就是他眼中钉肉中刺 张世成 两年后 1366年5月 这是大元制政26年 朱元璋发表习文 声讨张世成 你是假的 伪吴王 这个张世成和这个朱元璋 互相宣布开除对方党籍 那你是假的 你是假的 那这都决定自己是代表吴王 然后朱元璋就出动百战雄师 去攻打这个张世成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直扑平江而去 同年啊 朱元璋五月出兵 半年之后 那像什么杭州啊 湖州啊 相继归降 西吴军进展迅速 大破东吴军 很快 平江府攻城一坐 就被这个朱元璋啊 团团围住 你说张世成也是一路枭雄啊 又占了那么广阔的地盘 又那么有钱 哪怕你拿出钱来 激励将士 重赏之下 必有勇夫 怎么败的这么快 这么容易就一塌糊涂 怎么这么容易平江府就被围了呢 原因跟他这俩弟弟有关 这具体怎么回事呢 咱们下集再说